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 即刻救援 台南市江军区名利宝童身上留着A型罕见特殊抗原血刑 Fia杨信 9月7日下午他接到台南捐血中心紧急通知 需要他捐血救人 因为从解义资料库里全排就只有7人有这样罕见血刑 其中4人出国 1人联络不上 只剩他可以捐血 只剩我一个人可以救人 心里很紧张 就怕弹割李宝童说自然义不容辞 当然要去 他放下手边工作 在7日下午6点多从江军区赶了20多公里路来到台南市捍卫捐血站 捐血站虽已下班 护理师特地等他捐血站 告知他说全台就只有7人有此A型 Fia杨信罕见血型 李宝童捐血500cc 最后由干人及宋嘉义长更医院书血救人 51年次的李宝童是报社办事处主任 他在7年前开始捐血至今捐血20多次 但直到前年10月才知道自己拥有罕见血型A型 Fia杨信昨天是第三次被捐血站紧急通知捐血救人 前两次因他适逢开刀治疗追尖盘突出而不能捐血 在第一次紧急通知时才知道自己血型很特殊 原来我的血很珍贵 没想过自己竟有罕见的A型 Fia杨信血型李宝童说 有了救人实力让他觉得现在起根要好好包养 爱惜自己的身体 李宝童每天早上4点就要起床派报 晚上固定散步运动 他曾获得台南线模范劳工 职业总工会模范劳工 身兼将军西华社区常务监视 热心社区事务也很会唱歌 主持公立医疗植物冷场 台南捐血中心主任蔡光昭说 血型共有33种类别系统 常见的AB0AB阳性属同一血型系统 其他因红血球表面有特殊抗原如 CE、Fia等被归类为罕见血型系统 有32种RH阴性罕见血型发生率 在千分之三以下 像李宝彤A型Fia阳性血型更是超级稀有 蔡光昭说 有罕见血型的民众 平常要避免发生出血意外 饮食上并没有特别限制营养均衡 并可定期捐血冷冻保存 以为自己和他人备用救命 A型Fia阳性血型有可能透过遗传给下一代 李宝彤育有一子二女 蔡光昭建议李宝彤的子女 可抽血检验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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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